11月30日,按兵团电令,58师再次攻坚下节御岭之敌,史密斯彻底被打击了,他命令陆战一师的坦克团倾巢而出,集中所有火力,疯狂炮轰单日主力部队的173团,炮火一夜未停。 12月1日浮晓,志愿军弹药几乎耗尽,伤亡惨重,全师奉命再次撤出战斗,恶手援有阵地,中美双方再次回到了对峙形态。 12月4日,柳潭里的陆战五团,陆战七团再次突围成功,全部到达了下节御里,这里的美军部队越滚越大,硬骨头越来越硬,而几乎打残了的58师,仅仅剩下了1500余人,无力再次发起大规模的进攻。 师长黄朝天终于意识到,中美军队在物质力量上的巨大差异,不是靠精神力量和战术就能够彻底弥补的,志愿军必须马上总结经验,制定出新的战术战法,要不然整个抗美援朝战役的最终胜负,还真的很难判定。 但史密斯克没有考虑这么多,他守住了下节御里的简易机场,他的新头肉陆战医师终于能够撤退了,他认为自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,可明眼人都知道,长津湖战役是整个抗美援朝之中一场决定性的战役,他打出了中国军人的狼性,打破了美国大兵的士气,而下节御里的战斗,又是长津湖战役中,围艰与突围的关键之战。 五十八十两次攻坚下节御里,尽管没有完全得手,但着实重创了陆战医师,极大的打击了美军最精锐王牌的嚣张气焰,和这支部队人穿登陆时的威风,一度让敌人闻风丧胆,不寒而栗,正是五十八十两战下节御里之后,原本想让陆战医师和美军步兵地基师东线突进的迈克阿瑟,一改往日的嚣张态度,下令让长津湖地区的所有美军全面撤退,也就是说, 下节御里的艰苦作战,彻底粉碎了东线美军企图西境,与西线美军会合的战略意图,从根本上保证了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关键性胜利。 我在刚才说了,如果说抗美援朝的第一次战役,中美双方只是试探型交手,彼此探底的话,那么第二次战役,绝对就是动真格的了。 美军如果在五十八十身上,能占到一丁点的便宜,陆战一世都绝不会选择远遁千里。 我还是那句话,我们这一代人的和平,是我们的先辈,用鲜血换来的。 我们这一代人的尊严,是我们秉承着先辈的精神,创造出来的。 好战必亡,望战必危,愿我的每一个观众,都能记住这段历史,秉承先辈精神,创造一个繁荣富强的大中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